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任何名派 陈阳 吴吴孙 都公认太极拳论是我们练拳的理论指导 我们练太拳按照太极拳论里的指导去着部的练习 然后由招鼠而见入懂境 由懂境而接起神移 太极拳论它是拳论 它是经典 我们要按照它的正确的指导去练习 才能走到正确的方向 才能走向成功之路 权论正所谓人人各具一太极 权论也是的 每个人对权论的理解不同 那么呢 今天我和大家一起探讨一下 我对太极权论的理解和认识 太极拳论里有讲 虚灵顶静 弃尘丹田 这个呢 是我们大家都傲书能详都知道的 也是我们练太极拳的人天天挂在嘴边的 基本上大家也都能够正确的理解 然后今天呢 我跟大家交流一下 和我对这句话的理解 首先说 虚灵顶静 大家都知道 虚是指虚须的 轻轻的 若有若无的 有意无意的 领呢 是向上领 顶呢 指的是我们头顶 静呢 就是也是诗语 非语的一种 蓬静在里面 虚灵顶静的意思呢 就是虚虚的把我们 头顶百汇 往上领 领起我们的 精气神 这个意思呢 大家 一般都能够正确的理解 偶尔 有时候和全有交流的时候 他们会把这个顶静 理解成什么呢 顶 他们会理解成 往上顶 往上顶 那这样子的话 我想 就背道而驰 就错误的去理解了 然后 七尘丹田 和虚灵顶静的 又是密不可分的 我们都讲 都讲 拿住丹田 练嫩弓 以丹田为核心 以腰为主 节节换穿 一动无有不动 所以说 这里 对我们练太极拳 对丹田的重要性 这个丹田指的是什么呢 一般我们练太极拳的 就是指的我们下丹田 也就是我们 旗下三分这个位置 我们中国 传统文化 传统道教 传统工法里边 包括传统的医学里边 中医里边都讲究 有上丹田 中丹田 下丹田 我们练太极拳的一般 就是指的 我们的旗下三分 所谓的这个下丹田的位置 虚拳领景定 气沉丹田 这个气呢 是指我们通过套路 正确的练习以后 以形引气 通过我们套路的练习 因为我们套路呢 是结合着 中医经络 导引 图纳 等等创建的 通过这套科学的 一种外形的锻炼 一种动作的锻炼 它就可以把我们体嫩 原本就有具备的 嫩气 引出来 是我们本来就具备的 通过这套方法呢 引出来 引出来以后 逐渐逐渐的 慢慢的提升它的质量以后呢 有句话叫气神丹田 这个丹田呢 是我们人的 先天的地方 它会到这里 然后我们练拳的 还有句话叫 气 出肾 入肾 当你丹田气 足够饱满 丹田的气 的质量 足够好的话 它会 通向命门 从命门 通向两肾 正所谓气 出肾 入肾 当我们的 肾气 充盈 的时候 它会 撑走 我们的脊背 这样子 它和 虚拟 顶静 又合在一起 所以说 虚拟 顶静的 单单不是只有 你头顶 往上 是不够的 还有下面 我们的 肾气 充盈 它撑脱着你往上 你的脊柱 你的脊背 往上 再加上 你这样 轻轻的 用意念 虚虚的 有意无意的 若有若有的 意灵 就形成了 虚灵 顶静 气成 丹田 然后 气成丹田 还可以 怎么理解呢 我们的 气 仅仅 成于 就是我们 现在所说的 小腹部 这个丹田 我觉得 是不是够 我们通过 松化 慢慢的 气成丹田 气成丹田 以后 我们再 松化 我们的气 要松化 以后 沉到我们的 脚底 全血 然后再 往下 沉到 地心 这才能符合 气成丹田 仅仅的你说 我气质 沉到我们的 所谓的 下丹田 这是不够的 一定要 气成丹田 完成以后 继续往下 沉 松化 沉到我们的脚底 永旋学 再往下 沉 沉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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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兴 这样子 去理解 虚拧点净 气成丹田